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型 新的 新种类 冠状 冠 医生 冠状 王冠的样子 王冠的样子 新型冠状病毒也可以简称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 我们可以说 最近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新冠肺炎 最近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 戴口罩 戴口罩 口罩 口 嘴巴的意思 照可做名词也可做动词 像这种模样都可以叫照 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物品有 口罩 眼罩 灯罩 还有女生用的胸罩 戴是动词 戴口罩 我们可以说 出门时戴上口罩 出门时戴上口罩 吃饭时摘下口罩 吃饭时摘下口罩 人传人 人传人 是指人类之间互相会传染 互相会传播疾病的意思 简称 人传人 我们可以说 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 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 感染 感染 现在韩国大秋市很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现在韩国大秋市很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疫情 疫情 疫情是指传染病发生发展的情况 我们可以说 现在疫情很严重 千万别出门 现在疫情很严重 千万别出门 等疫情过去了 我们一起去蹦滴吧 等疫情过去了 我们一起去蹦滴吧 预防 预防 戴口罩可以预防新冠肺炎 戴口罩 戴口罩可以预防新冠肺炎 喝姜茶可以预防感冒 喝姜茶可以预防感冒 隔离 隔离 确诊患者在医院隔离 确诊患者在医院隔离 在家隔离十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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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待着 治愈 治愈 他已经治愈了 他已经治愈了 治愈以后也要在家隔离 治愈以后也要在家隔离 死亡率 死亡率 其实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不高 其实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不高 消毒 消毒 为了控制疫情 公共场所都进行了消毒 为了控制疫情 公共场所都进行了消毒 我家的消毒液都用完了 我家的消毒液都用完了 好的 以上就是新冠肺炎的词汇和用语 我们通过以下短片来加深一下记忆吧 辛苦了 再见 你为什么不戴口罩 我吃饭呢 你为什么不去上学 学校停课 怎么上 别开门 别开门 我刚从教堂回来 我得隔离十四天 你们洗手了吗 洗了 家里消毒了没有 消了 还有几个口罩 所受无几 快没了 为了省口罩 我们得减少出门的次数 明天 我出去排队买口罩 你们好好在家里待着 别出去 听见没有 我得上班呢 这么危险还去上班 不上班吃什么呀 谁养你呀 哎呦 放心吧 没事 不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